你跟他什么关系 就是你看到的关系 有些你可总算来了 欲吃瑶瑶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这种宴会 也是你能随便参加的吗 赶紧回去 好的 大壮哥 我这就走 赶紧回去 是我让他来的 怎么了 不是 尤其他就是个助理啊 嗯 助理怎么 一起啊 你怎么来了 华腾集团董事长千金的生日宴 怎么能少得了我 快走吧 童谨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快走 走 生日宴 切不说话 切不说话 我的小祖宗 你先听我说 你给我说清楚了 不是投资方的晚宴吗 怎么就变成童谨的生日宴了 童谨的爸爸 就是三分天下的投资方 今儿他女儿过生日 请了很多艺人来助行 咱可得罪不起 咱们得罪不起了 大不了不拍了 好久不见 不好意思啊 我生日会忘了邀请你 你是来兼职服务生的吗 现在服务生的制服 都这么高端了 我 咱们赶紧进去吧 你着急什么 我们俩是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干吗要多多藏藏 有什么误会 早点解释清楚吧 你个婆媳 谁稀罕 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 再说了 你跟杨阳是师兄妹 我跟杨阳也是好朋友呀 这次又算了吧 下次再找你最长 你起啊 问他这干吗 走吧 游戏 你跟他什么关系 就是你看到的关系 麻烦绕一下 童小姐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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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凭什么 勾得穿游戏这种大明星啊 看来 我这是小看欲知瑶瑶了 你的小情人呢 这么快就把你丢下了 你在说什么呀 你和你的老板 在一起多久 让我猜一猜 是在我们分手后还是 分手前 欲吃瑶瑶 我真是小看你了 丹琴啊 您真是天生丽质 风华绝代啊 您有哪一款面膜呀 刘老师是我老板 仅此而已 丹丹姐 您可太谦虚了 以后我们游戏啊 就仰仗您关照了啊 他瞒得过你 可瞒不过我 不信你自己看 他在跟别人说话 但是严厉 一直都在看着你 当然有了 成文丹姐厚爱 当然有了 那实在是太好了 对吧 柔琴是不是 是不是 是 看来他看到我们在一起了 他一定很焦虑 你 别胡说 你 别胡说 不信你 不好意思 适陪一下 游戏啊 不好意思啊 各位 等等 你 别胡说 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生日宴 也感谢我的爸爸 为我举行了如此盛大的晚宴 其实 我最想感谢的 是我的好朋友 玉石瑶瑶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ava 说 既然看到啊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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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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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